李鸿叶谭是否加入德云社 加入德云社 德云社当然火了 就爱上德云社来吗 我不会 我不会加入德云社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观众 和德云社的观众 是两个观众 德云社的观众 比较喜欢听一些 比较低俗的笑调 而我们的观众 都是不听低俗笑调的观众 我们的宗旨 是要做到雅俗共赏 雅代表的是品味 俗才有渗透力 不要说 要必须只是单纯的 追求了雅 对这门艺术的发展 没有好处 对你就是 慢慢升起的大师 我就好奇你们 我肯定是 慢慢升起的大师 也不如也许 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 出一位艺术大师 就了不得了 行业就火了 现如今 艺术家是雨后春损 全是 主要是因为 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 虽然有很多 也很喜欢传统相声 但是他们听那些 低俗笑调的时候 都是忍的 都是靠忍的 那么在我这儿不用忍 没听说过 要疯这孩子 不是说八道吗 这不是 我觉得是 我是不会加入德云水 你们放心啊 你也是想瞎了心了 这高雅不是装的 兄弟们是装的 哇哈哈哈哈 你现在就很不得体 就是你把我们对你反对的意见 全国为成庸俗 何为庸俗啊 不是 我说你的意见庸俗的吗 我是说他真说了一些庸俗的东西啊 李大博士又被网友对了 看到他不服气 脸都被气得发绿的样子 网友纷纷表示 心里就很舒服 让我们来听听网友是怎么教训他的 玩这些东西 对于你跟郭德纲在一起 对我来说你们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郭德纲能做到两个字叫得体 我不知道他 他我所认为的得体 在你眼里叫俗 还是不俗 什么叫得体 就是你现在就很不得体 就是你把我们对你反对的意见 全国为成庸俗 何为庸俗啊 不是我说你的意见庸俗了吗 我是说他真说了一些庸俗的东西啊 他真说了什么 谁又是跟谁上庸 真说了呀 老师我问你 在我们东北 叫他妈的是一个修士语 跟你们上海人或天津说 去你的是一样的理论 为什么我们东北人说话叫庸俗 就是为什么我们东北话叫方言 而你们说英文 就显得比我们高档 这个是没有 哎朋友 你要如果说地域骑士的话 我要告诉你 我在北方南方都待过 我在吉林市 东北我也待过 其实 看完这段视频后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你们 是不是已经笑成了一片 看到李博士被怒对的样子 是不是有种报仇的感觉呢 有不少网友好心劝他少直播 多静下心来创作才是正事 我是新时代的鲁迅 别听说过 要疯这孩子 不是说八道吗 这不是 我跟郭德纲 或者跟其他人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们是演员 他们想当明星 我不想当 除了说像你还想干什么 我想做出更多的作品 金庸鲁迅 南芬奇 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名 信了 你得加一片药 我是新时代的鲁迅 鲁迅先生七一从文 被骂成狗 我是气功和从相声 也被骂成狗 有啥区别 你拉倒了吧 我听这俩我就要吐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能把鲁迅气死 再气活了 喜欢我的人都应该觉得很 都觉得很赞的 对不对 那么你听不出来 你说你来谁呢 对吧 听不懂 听不懂 千万别说 这是什么呀 让旁边人笑话你 听不懂 闭上眼睛 嗯 小开 这段有意思 那个自称是 所向上的上海 脚大博士李鸿叶 我偶尔耍到了 他的一个作品 突然发现 他这眼哪 还有那么一点点 自知之明 来 先看个视频 李博士啊 能得处 你不会表演这个结论 这应该是你所学的 材料夹工 那个转业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因为你突然发现 经过那么多年 你用那套 巩饰 夹工你自己 你还是成不了 所向的那块料 但是有一点 你还是没想明白 你不会所向的 绝不是因为 你不是学表演 转业的 我跟你那么说吧 这相声门里 凡是能称得上 搭式艺术家的 别说学过表演 转业 他们都没几个 掺过肖 总拿马迹 老先生来说吧 小学港毕业 就去了 制造厂 当学扑 鼠文贸 老先生 十二岁 还在药铺 当活计 天里喝老爷子 都失无了 还在他们自驾 针锁 当小力 就连你 那个波勒 江坤 那也是 小学 港毕业 就错学乌了共了 燕姐裹的港 上到处二 才退群 那在所相声 这帮烟里 那都算学历告的 博士啊 行过嘴来了吗 你表演不清 那是因为 你没有相声的 基本功 罐口一段 不会留活 一个没有 倒口说不清楚 吊坎听不明白 那相声夯话讲 你一介奏叫空马 燕姐所相声 那叫实活 你一念 没有活 那不光撑下 这 博士啊 说了那么多 你离相声啊 还真不是太远 照鸽子 四座搭讪 哪四座呀 所学斗产 这位同志 还是 还是这个什么 还是不行 不放心 哎呦 就在那等着哟 在那等着哟 但是鱼切是不能来 鱼切是 党时就鱼切 说来不了 这位同志 党时在那等着 焦急 哎 党看到 果德港 迈进巨场了 腿迈进巨场了 那这位同志 终于 这个 放心了 哦 对了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 果德港 不能上台演节目 既然是公义的 不能上台演节目 只能说上台讲讲话 这个没问题 只能是上台讲话 见到你们 我很高兴 我很欣慰 讲了这些话 但是你不能言处 不能演相声 所以鱼切就没来 然后 他当时看见果德港之后 他就拿着两件大罐 他说 郭老师 来 您串上这个 果德港就串 他那也串 果德港 哎 哎 你这干嘛呢 我上去给您量一段去 我好的机会 郭老师 我上去给您量活去 张个脸 在上面拉一段 他算个什么呀 他给人果德港量活 你要说93年96年 那行 对吧 果德港 卖也不识的事 那行 果德港给您量活 你借不上怎么办 果德港连往哪放 果德港还会背景 结果果德港 当时正喘着大罐 就想往下脱 你要说你上台 你上去 我走 没办法 上 上 太臭 所以他打那次开始 就恨上果德港了 所以才会有 他大骂果德港那段视频 所以他才出来 夜狐这个外号 就是这么拉 你比如你在专业团体里 你要凭个演员 凭个二级 凭个一级 他是人为的呀 给你一级也行 给他一级也行 你比如去参加什么 现场大赛 这十个人决定 你是一登奖 你是二登奖 这个好弄 调整着十个人的状态不难 但是 大型的上演很难 你比如说我们在上海 导演出 一万八没问 你家有一万八千朋友吗 谁在帮我 谁能调了一万八千人 自觉自愿地坐在那 对不对 不现实 所以说他 目前为止吧 也只有这么一个技术手段 来确定你是否成功 因为其他的 是人力可为 唯独商业 人力不可为也 你顶多你去 你再有势力 你给我调八百个学生来 五百个工人 六百个老太太 坐在现场 可能人久人久 手段会做得到 能调了一位八千人坐在台下看 但你是假的 你也知道 我自己我也知道 所以他就没有意义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